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超能力 分享这个故事的朋友叫完美,他说 我是毕业于唐山本地的华北煤炭医学院 毕业不久,自己开了两家药店 药店刚开始的时候自己盯着 碰到买药的患者愿意和他们聊聊天 听他们讲一些自己的事情 别看我是学医药专业的 但是有一些科学解释不通的事 我是不排斥的 由于我特别愿意听听他们的各种故事 老乡们也是愿意分享自己的事情 下面听听这个故事吧 亲历着孟大爷,已经六十多岁了 自己认为身体不是棒 自己也是当兵的出身 听他说感冒发烧的没怎么得过 更别说心脏病啥的 一句话就是身体不是棒,吃麻麻香 退休之后也是享受自己的天伦之乐 最喜欢的事就是骑行 约上三五成群的老友围着唐山周边旅游 孟大爷说自己的儿女也已经成家了 自己的退休金也是不菲 感觉生活真的不错 但事情发生在一天早晨 刚登上车子就大脑一片空白 自己掉下来一点意识都没有 醒来之后自己就在医院了 睁开眼看到家人们非常紧张 儿女都围着他问长问短 孟大爷当时想 难道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吗 完了完了 废了他九牛二骨之力才知道 医院的各种检查都做了 最后啥病也没有检查出来 但是儿女不甘心啊 又拉他去了唐山当地的大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一切均为正常 就连老人一般得的三高都没有 结果显示比一般同龄人好很多 医生用医学知识 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能突然昏迷好久 但器官并没有任何损伤 只是说可能是体胃性的低血压 孟大爷就带着疑虑这样出院了 自从出院后 孟大爷晚上好作噩梦 醒来之后满头大汗 以前这种情况可是没有过的 有一天孟大爷又像往常一样做梦了 但是这次看到了电视上演过的黑白无常 孟大爷心里打起鼓来 难道要死人了 梦醒来还是那么的清晰真实 再也睡不着了 村子早上传来有人去世的消息 这难道就是能看到黑白无常的提示吗 一段时间过去了 孟大爷发现 只要村上有人过世 他都能看到黑白无常 但是具体是谁过世 他是不知道的 孟大爷表示 这件事非常令他困扰 我劝孟大爷顺其自然吧 毕竟我们有一些事 是科学解释不了的 但是你能有这种能力也是有使命的 现在孟大爷又开始健身活动了 上次看到他 孟大爷说他 好长时间没有做噩梦了 我和他开玩笑说 大爷超能力不要了 大爷笑笑说道 这种超能力不要也罢 故事分享完了 这里祝孟大爷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还有一件事 灵魂出窍 这件事的经历者是我的老公 事情发生在非典期间 由于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思虐 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不是太好 疫情来了 百姓还传出了一些土方子 比如白萝卜煮水 突然间有好多办法治疗非典 但是随着疫情的加重 人们被闹得人心慌慌的 那一年卖得最快的 由纱布口罩 巴斯消毒液 另外就是打一种提高免疫力的针剂 凶腺态注尸液 这种药主要用于临床 对于晚期病人提高免疫力 由于非典是免疫力低下 造成肺部严重感染 所以当时用这药 提高免疫力是相当流行的 这种药由原来的几元钱 涨到了最后一百元一只 到了后来 有钱也买不到了 老公家 好不容易在亲戚的帮助下 找到了几只凶腺态注尸液 舅舅一家三口和他一起去另外的一个亲戚的诊所打针 老公说 他那天总是心神不宁 心里慌慌的 但是又不明原因 到了诊所许久 没有见过的亲戚就热络起来 老公最后一个打针的 针没有打完心慌的更加厉害 表弟在他旁边笑话他 说哥哥的胆子太小 脸都下白了 这时舅妈突然大喊 外甥怎么了 据老公当时回忆 他已经脸色苍白 大汗淋漓 耳边响起了一遍嘈杂声 不一会儿 嘈杂声一点点离他远去 别人说的什么 怎么都听不到 只看到大家围着他忙作一团 自己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呼吸困难 自己的脑子不断提醒自己 挣扎 继续挣扎 自己终于感到呼吸快没有了 头顶难受的有一股力量释放出来 突然自己变得好轻松 身体轻飘飘的往上走 突然感觉阳光明媚 空气新鲜 到处是鸟语花香 自己感觉到处充满了美好的时候 被表弟使大惊摇醒了 一切又回到了现实 突然整个人变得好空虚 此时自己全身是汗 疲乏无比 老公说他经历过死亡 并不是死亡是痛苦的 只要我们平常心面对一切 什么都会变得很简单美好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老公灵魂已经回来了吧 他诡异一笑 回来了 他好好的在这里呢 感谢完美分享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二号 咱们下期再见